赵培先生 中共对马来西亚的这种取消终止这个一代一代一代项目 它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其实挺戏剧性的 大家可能看这个媒体上写的怎么严肃 其实我用一个大家通俗的话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马哈迪去要跟中共谈取消不公平合同 他已经是铁板定定了 我就要去谈这事 中共知道了之后呢 觉得我还能最后努力一把 谁说我就死刑了呢 然后马哈迪的这个中国行程本来是他直接从吉隆坡上飞机 直接飞到北京 直接跟李克强去 还有习近平去谈 结果中共说 等等老人家 您先到杭州啊 然后从杭州再坐高铁到上海 再从上海飞到北京 您体验一下吗的高铁 这个老人家就去了 行啊 不管怎么的 我先忍着吧 我是来第三下次求你取消活动的 我先忍着吧 然后他真的飞到杭州 然后杭州 本来你说一个93岁的老人 他坐飞机到杭州 然后再从杭州再转高铁 他本来就很疲乏了 而中共还不让他休息一会儿 安排这个解说原则呢 得不得 得不得 我们高铁怎么好 我们高铁怎么好 一直得不到上海 然后再从上海飞到北京 这个老总理呢 是一直盯着两个国家的公司 最后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之后 他才说了出来这番话 就是我们要取消 我们不要先殖民主义 这是这之后才说 他之前什么都不敢说 只是说我们支持一路一带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中共如果他在签谅解备忘录之前 把中共得罪了 中共就可能给他脖子上砍一刀 所以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 是他快离开中国的时候 接受采访的时候才敢说了这个话 那么老首相的这个意思很明确了 我来跟你谈的是你能像日本那样就好 因为在他第一任总理的任期之内 他是一个东向学习计划 主要学习日本 而日本这个哥们也挺实在的 去就直接投资 就是我不借款给你 还收你6%的利息 我要么低利息促进你发展0.6% 0.7% 要么我就直接投资 比如说我进个工厂 我招员工 我买地 我卖出东西 我赚钱 我给你分利润 这是人家的投资方式 这是要直接投资 去年日本就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直接投资国 大概投了130亿 所以这次马哈迪去 他能跟商界谈 就是谈的是直接投资 对马来西亚直接有益处的事 所以这个跟中共那个借款发展经济的那个东西 完全是两码事了 就是直接最有利的 我们怎么来 所以中共在这一系列的这个碰壁当中 你不管怎么跟我吹高铁怎么好 我集中泼到新加坡那条高铁 我是近距无尽 因为那条130亿美元是最大的投资 我进去的不借 我不借你的款 这里面提到一个隐藏的问题 大家觉得都是借款 为什么他到就是马哈迪第一站是6月 今年6月份返回日本 就要跟日本谈借款 为什么你借日本不借中共的呢 因为日本就是国际上有个东西叫做国家开发银行 叫国开银行 中国也有 就是这种银行一般是促进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是低息贷款 一般西方的贷款利率都低于1% 就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就国家赔钱 我要促进经济发展 但是中共啊 腐败治国之后 国开银行给地方政府的这种基础计设贷款 达到6% 这等于商业利息贷款 这是中共干的事 它不光在海外干 也在国内干这事 这个东西就让基础计设完全吃不消 造成中国现在是债务飞涨 那自然也会造成马来西亚债务飞涨 所以马哈迪就说我尽确不要这个 这个就是套在我脖子上枷锁 这个让中共很难受很难受 等于是把它这么多年 它自认为好的经济发展模式 彻底否定了 证明你中共的经济发展模式 你甭跟我说怎么好 就是祸国殃免的东西 就是造成我们马来西亚赤字 债务飞涨 搞不好马来西亚就破产了 实际上这句话还有个潜台词呢 我不像你中共啊 你中共能勒紧中国人的脖子 不让他们外汇出草 我不能啊 我在什么地好点还是一个正经国家 我不能跟你中共学 这是他的潜在子 但都没说出来 大家从这一系列的事情当中 能分析出来 但是中共也不敢跟马哈迪撕破脸 为什么呢 他撕破脸马哈迪一闹 就等于是整个东盟 就是东南亚国家联盟 集起来反对中共 这时候中共在整个亚洲 可以就是立不住脚 所以只能大中演成胖子 这次就是谅解备忘录 我们这三个项目作废 甚至之前你取消的项目也作废 只能是让马哈迪达成他的死刑的最终目的 这次马哈迪他能够公开的上门退货 北京为什么突然显得还看上去还比较平静 没有像过去惯用的那种党文化的那种 那种就是强烈的反对 或者说是这个批驳等等 没有采取这种态度呢 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他们担心 如果说把这个马来西亚 对马来西亚这个翻了脸 彻底翻了脸的话 马来西亚很可能会就是跟美国走近 就是因为美国我们现在 他不仅正在这个推广这个印太战略 是吧 这个印太这个框架 如果说马来西亚这个投入到美 就是站队站到了美国这边去 那么这个对北京来说 会对他将来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推进 那会造成更大的阻力 你刚才这个有一点赵贝先生刚才也提到了 马来西亚它是东盟的发起国之一 它在东盟的影响力其实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就因为这个事情 说他来上门退货了 你把这个跟他翻了脸 那么实质上就等于告诉全天下的人 这个一带一路是跟加入共产党是一样的 是只能进不能出的 你要想出去那你可能就要惩罚你 或者是就要受到中共的打压 那它会起到一个非常坏的一个示范效应 所以这个也是中共不得不就是顾忌的一点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